好了,欢迎回到新一集的视频情报室,我是你的主持人艾伦 那大家如果未like视频情报室,或者未subscribe视频情报室 麻烦大家按一下按键,方便支持艾伦 那另外呢,其实呢,都再讲多一次了 那应该现在视频情报室呢,都同一条片都上回去podcast的了 那如果你说不想在YouTube那里要看广告的 那其实你都可以在苹果podcast或者shopifypodcast那边搜索视频情报室 那都可以就这样听的,那应该我会尽量之后呢,都搞到同步了 好,那今集是特发新闻来的,那看回呢,刚刚Sigma呢 之前公布了一支新镜啦,那跟着今次,即2470的就是二代啦 那就相信来说都是一个挺好的合规来的,正面的合规来的 那大家都觉得一个轻了一点啦,那虽然不是很小 那也都不够之前2870啊,或者Tenum28752的那个体积啦 那但是呢,都无论画质,还有这个功能上,那例如多光圈环啦,多了点制啦,那都比以前好的 那现在呢,另外有一支呢,可能是Sigma今年的Q啦镜啦,那大家不知道它Q不Q到你啦 那就是呢,Sigma刚刚在Sony Alpha Womber呢,就有人留出了张照啦 就是28-45mm 1.8,full frame的,全片复规的镜头 那首先看整支镜的那个体积呢,和那个重量呢,就跟Tenum35-150mm 22-2.8就很接近的 那就估计,那现在所有SPEC呢,除了焦距之外啦,28-45mm啦,28-45mm啦 1.8光圈啦,那还有呢,就是82mm filter啦,那还有新的Sigma镜的设计啦 那你见它,有Custom的按钮啦,有光圈环啦,之后呢,就其他东西是不知道的 那那例如重量呢,估计啦,大概是1KG 那应该会比35-150mm稍稍轻一点,但是那个体积是非常之大的 甚至我觉得是和35-150mm比较呢,可能比35-150mm比较呢,可能比35-150mm更长 那其实看回以前Sigma的历史啦,就是以往在蛋饭的年代呢 其实有两支很接近你的镜头的 那就是第一支呢,就是24-35mm耳光圈 24-35mm耳光圈,那其实他那时候想着这样做呢 就是你有同一款镜里面呢,有24-28mm,35mm,3支镜头 那大家都有耳光圈啦,但是其实很想说呢 就是3,就是因为这样搞呢,那个镜片啦 因为变焦镜又要大耳光圈的关系呢 搞到应该是比3支定焦镜大出街的 那在APSC那边呢,就有一支挺好平的 那支也有些人拿来拍片的,那就是18-35.8mm 18-35.8mm 18-35.8mm 那所以你拿着这支镜头呢 就有三支镜头给你玩啦 当你是28-1.8mm,35-1.8mm,以及45-1.8mm 那正常来说呢,其实呢,如果散了的话呢 买Sony的话呢,那都可能不需要一万元 和三支镜头呢,它重量加起来都不够应该这支那么重的 那所以正常来说呢,这支镜头就将会是一个 我自己个人觉得啦,标准用途的数街镜啦 那所以就你会发觉,就是有28mm起跳啦 那虽然肯定会有人会不同意的 就是觉得28mm不好用的 他一定会说,哎呀,为什么不做24啊 为什么不做20啊,那这样 那其实你想一下,如果你是... 如果他是做到的,他一直做啦 那现在还要保持着一个这么大的 入光的空径,82mm filter啦 那还要是保持1.8光圈啦 那整支镜其实是有难度的 就是如果,你来说说,他差一样东西很重要的 如果他这支镜头是24至45呢 那可能真的会成为了今年最受欢迎 或者最触目的,就是E-Mine的镜王啦 那我估计,那会出L-Mine的 那但是这次呢,就是你会估计呢 就是其实在光学上是有少少困难的 那所以他变成都会出28到45 那变成有少少可惜呢 就是其实你买,独立买三支镜呢 就是E-Marser,即使买Sony原厂呢 或者买漂亮一点的系列呢 那可能都不用那么多钱,也不用那么重的 那所以这支镜头呢 就是又变成了一个有少少鸡辣的位子啦 我买完之后28mm又不够说过 但45mm又不够光圈 那我唯一买到它的特点就是大光圈 但其实我相信51.8mm 就是在摄影界里面,人和狗都有的啦 那所以其实呢,真的很难 就是标准镜头在摄影界里面 就是阿猪阿狗都有啦 那其实又真是不知想怎样变成是有少少鸡辣的 虽然这样说呢,就好像有少少踩低这支镜啦 那但是问题就是,其实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今次这样的尝试都是不错的 那因为真的可以设计一些特别大的光圈 至少你会看到一个新的趋势啦 就是以往2.8mm就已经叫做最大光圈的变焦镜 那但是今次呢,就是不理体积,不理重量 做了才说 那就是做了这支28-45mm了 那不知道大家怎样看呢 我觉得如果你是在ARMine来说呢 就好东西来的 因为ARMine没有这些镜头嘛 那但是以后E-Mine呢 其实又不是的 Panasonic独立买28-35mm 或者是51.8mm都很漂亮 其实ARMine呢 三支顶招镜都是有的 那所以这支镜呢 就真的要了些呢 不喜欢换镜头 又真的觉得28-45mm呢 我要考自己啦 即是出街 街拍的能力啦 28mm到45mm 应该怎样玩好呢 你看那个镜头黑度呢 它都是这样画的 28-35mm 40-45mm 那我想40-45mm 其实不是差很远啦 那我自己个人觉得呢 我很希望Sigma 今次能够做出来 是夹到Sony的新机啦 A93啦 那另外呢 也都可以 就是整支镜呢 就是在那个 连拍速度上那方面 也都没有那么多限制啦 那希望可以这方面改得好些啦 那暂时来说呢 Sigma未正式 几时公布这支镜 甚至没有那个YouTube 发布会的预告的 那我想这支镜呢 虽然有样子看 但是应该呢 都可能真的来 真的买街呢 都起码还有半个月 至一个月的时间 那价钱是多少 我未必知道啦 但是官符 最近的走势 例如2470 它都接近 8600元 9600元呢 那这支过万元呢 就应该都走不掉的啦 那所以呢 就 看看大家怎么看啦 那还有 如果你作为一个摄影师 你会觉得 是腾龙的那支 是腾龙的Approach Arm 还是Sigma的Approach Arm 那可以大家都 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 那腾龙的Approach呢 就是呢 整支35至150 那基本上 帮到很多招距啦 35 50 75 80 10 10 5 13 5 150 那但是呢 就是 港国也是不够港国啦 那所以你要买一支 17 35 或者17 28 或者买新的那支 17 54 那去补偿的 那 Sigma外支呢 其实我估计呢 虽然说港国一些 那但是呢 那些人都会说不够港国的啦 那可能就以前面证的那支 除非它之后 可能有支 12至28 或者14至28 二干圈的 那整个系列呢 那整个系列呢 那但是暂时来说 未有风声 那所以都不知道 好 那今集说着就这么多 那记得subscribe 视频情报处 和like 视频情报处啦 那如果你喜欢听podcast的 麻烦大家都可以在podcast那边听 那最好啦 好 多谢各位 拜拜